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下大事 必作于戏 天下的难事都是从容易开始做起的 天下的大事都是从戏之末节一步步形成的 深以为然 正所谓小事成就大事 细节成就完美 一个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 要从不起眼小事做起 从细微之处入手 难事必作于义 诸葛亮曾说过 大事起于难 小事起于义 要做大事 先做小事 不要想做大事 而看不起做小事 如果简单的小事都做不好 又怎么能做得好复杂的大事呢 克洛克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 每天放学他都会去一家快餐店打工 刚开始 老板安排他的工作很枯燥 就是专门擦桌子 他觉得这么容易的小事 做起来毫无干净 回家向父亲诉苦道 我的理想是做老板 不是擦桌子 父亲听完后 并没有说任何话安慰他 而是叫他先把家里的桌子擦干净 克洛克很疑惑父亲的用意 但也没问什么 照着父亲的话拿来毛巾 开始擦家里的桌子 他擦完桌子后 父亲拿来了一块崭新的白毛巾 在刚刚擦过的桌面上轻轻擦了一下 洁白的毛巾立即就脏了 父亲指着桌子 对年轻人说 擦桌子是很简单的事 但是你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 凭什么做老板 克洛克十分羞愧 从此谨记父亲的教诲 他回到快餐店 每次擦桌子都会准备五条毛巾 依次擦五遍 而且为了不让毛巾重复污染桌面 他只朝一个方向擦 最后 克洛克得到老板的赏识留下来 成为了那家快餐店的老板 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十年后 他创立了自己的餐饮公司麦当劳 很多人都想做一番大事业 但是却又不屑于做琐碎的小事 殊不知 任何大事都是从小事积累而成的道理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九层之台 起于雷土 正如海尔张瑞敏说 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 就是不简单 把每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好 就是不平凡 难试着意 大事做戏 才是成功的基础 大事必做于戏 著名小说家 狄更斯曾经被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成为一个像您这样的写作天才 他的回答是 天才就是注重细节的人 有时候 一个不经意的小细节 却可能会改变人的一生 享有汽车大王之美誉的亨利 福特 那时候大学刚毕业的他 到一家汽车公司应聘 福特感觉自己应聘成功的几率 微乎其微 因为和他一同面世的人当中 无论学识 阅历 形象比他好的大有人在 当他敲门走进面试办公室时 发现门口地上有一张纸 出于习惯 他很自然地弯腰把它剪了起来 看了看 是一张废纸 就顺手把它扔到了垃圾桶 面试官把这过程都看在眼里 就是这一不起眼的细节 让他打败了众多应聘者 得到了这份工作 其他面试的人 并不是没有看到门口的那张纸 而是他们认为 这样细小的事情 没必要理会 也就因此错失了机会 而福特对待每一件小事 每一个小细节都不疏忽的认真精神 让他获得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面试官的独到眼光 让福特汽车文明 全世界 意思是不要因为事件较小的坏事就去做 不要因为事件较小的善事就毫不关心 任何一件小事 任何一个细节 都可能让结果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像戴维·帕卡德说的 小事成就大事 细节成就完美 成功其实是由一件又一件不起眼的小事 一个又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 积累而成的 你对细节的态度决定了你的人生 周国平说过 凡做成大事的人 往往做小事也认真 而做小事不认真的人 往往也做不成大事 这句话说得特别对 细节决定成败 态度决定高度 瓦特小时候 有一次在厨房看祖母做饭 灶上坐着一壶开水 开水在沸腾 蒸汽把水壶盖顶开 瓦特把湖盖放回去 但很快又被顶开了 瓦特观察好半天 感到很奇怪 猜不透为什么水开了湖盖就跳动 于是他连续好几天 每当祖母做饭时 就蹲在厨房细心地观察 他发现水开的时候 湖里的水蒸汽会冒出来 推动着湖盖跳动 瓦特高兴地几乎叫出声来 他不断地把湖盖揭开盖上 盖上又揭开 反复验证 终于弄清楚了 湖盖跳动的推动力 就是水蒸汽 瓦特由此意识到了蒸汽的力量 并引发了他对蒸汽的兴趣 多年以后 瓦特成为世界公认的蒸汽机发明家 一个人对待细节的态度 往往决定了他的人生 惠普创始人戴维 帕卡德说 细节的成功看似偶然 实则是必然 注重细节也是一种能力 泰山不惧细壤 故能成其高 江海不择细流 故能救其身 那些愿意在细节上下功夫 把小事也能认真做经做细的人 往往才是最容易成功的人 汪忠求先生在细节决定成败 一书中说 云云众生能做大事的实在太少 多数人的多数情况总还只能 做一些具体的事 琐碎的事 单调的事 也许过于平淡 也许鸡毛蒜皮 但这就是工作 是生活 是成就大事 不可缺少的基础 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 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所有的大事 开始都是从简单的小事 认真先做起的 注重细节 才是成功的必经之路 细节能成就一个人 也能毁掉一个人 所以无论做什么事 都要认真对待 请牢记 细节决定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 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或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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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或订阅